-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道捷鱼 歡迎大家跟著我們一起Catch大前朝 趕快為您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是財經專家黃世聰 世聰哥好 捷鱼好 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朱岳中卓老師好 大家好 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 嘉隆哥好 捷鱼好 大家好 還有財經專家張振威 振威姐你好 捷鱼好 大家好 今天節目首先我們帶大家來探討的是 台股攻上了兩萬三千點 那現在台積電真的可說是功不可沒 帶領著台股指數往上衝 今天台積電的股價其實在盤中 也展現出它的企圖心 盤中最高來到984元 距離千元真的只有一步之遙 那我們也要來看看 台積電的ADR其實早就破千了 在五月份的時候 如果你把它換算成台幣的話 其實已經破千元 那現在在這個前一天的收盤價是179.69元 不過你可以看到我們台積電 股價是不是距離破千也不遠呢 因為包括花旗上看台積電目標價 一千一百五十元 小摩大摩都看到一千零八十元 現在市場看到最高的應該是高盛 看到了一千一百六十元 好 那台積電之所以大好 其實跟輝達也有關係 輝達的這個股價也是銳不可擋 你可以看到輝達的股價呢 其實在一拆十之後 股價還是每天的往上狂噴 好 那在前一天收漲3.51% 結果我們看到了輝達的市值 又創新高3.34兆美元 目標價現在也被看到兩百美元 好 只不過這個時候大家就很好奇 可是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要賣股票 從去年九月到現在 時隔九個月他又要賣股 上一次賣了近六萬股 賺近兩千六百九十萬美元 這一次又要賣 那賣的股數更多了三十六萬股 預計這個為他進賬四千七百萬 好 那當然很多人就說大老闆賣股 這是不是一個利空消息啊 還是說黃仁勳的持股其實非常非常多 這些對他來說九牛一毛而已 對 沒錯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台股 今天又創了歷史新高 那真的台股現在是地表上 最強的國家的股市之一 那絕對無庸置疑 那為什麼會往上漲呢 事實上跟美股呢 我們跟輝達是完全連在一起 輝達在分拆後 昨天又上漲了之後呢 這個135.58元呢 他創了一個歷史 就是以3.34兆美元的市值呢 超越微軟公司跟超越蘋果 所以他昨天是一口氣 從第三名就拉到第一名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他的這個股價呢 還有持續表現的空間 特別是華爾街 對他的目標價一直不斷的往上調 你看巴克來調到145元 然後這個另外一家廠商也調165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調到200塊 所以看起來的話 哇 很多人的目標 甚至還說了他的市值 為了可以上看5兆美金 5兆美金我們用現在3.34兆來算 還有50%的漲幅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驚人的一個數字 那為什麼會在短時間之內的 輝達又往上攻呢 事實上主要是最近傳出這個消息 美國有一黨叫做道富環球 所發行的這個科技精選ETF 他這一支ETF的總資產有750億 然後最近要調整他的權重 要調整權重的時候 他把微軟從22降到21 那輝達從原本的6要調到21 那蘋果從22要降到4.5% 所以這幾天他們的股價 其實或許跟這一黨基金的進出 是有關係的 好 那輝達從6提升到21 會帶來100億美金左右的買盤 就是你大概有一百多億 要去買輝達 那同時你要賣出蘋果 要賣出120億 所以這或許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昨天是輝達漲 蘋果跌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那你要說這110億大不大 其實也不大 因為那現在輝達一天的成交量 大概是多少 大概一天成交量 可以成交到五六百億美金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天 就可以解決的事 只是說現在散戶 或是一般民眾對這個輝達 真的是太看好 像我最近聽到的就是很多人 國內外很多人都是在分拆之後 開始進去買 所以這種買盤真的是相當相當多 那另外一個就是主持人 一開始問到說 那他儲分規格股票 他儲分也很少 說真的 他六次 他六月三次出托36萬股 36萬股來說也很少 資金才4681萬 這個都還好 那因為他目前為止來說 有之前有出去一個 想要持續套現的一個狀況 但是目前還沒賣完 那沒賣完之後 你看九個月前賣了 到現在為止來說還漲三倍 所以他並不是賣到最高點 他只是說 可能因為他的資金的需求 才這樣做 好 那只要揮打繼續往上衝 台股就絕對往上衝 因為台灣就跟揮打綁在一起 台灣已經被黃仁勳定義成AI島 他們跟他連在一起了 所以揮打繼續漲 台積電或是台灣股票 當然可以漲 那另外就是資金 大家都問我們說 這個台積電會不會破千 各位 紅海已經破200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廣達破300 下一個就是台積電要破一千 目前為止來說 台積電昨天的AD 是有點殺尾盤的狀態 但是因為會打往上衝 所以今天台積電的股價來說 已經來到980幾了 剩下這個15塊左右 16 17塊就要破千 那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昨天上漲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女股神伍德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不能夠叫女股神 他最近操作的並不是太好 對不對 他重金砸533萬美金 買了台積電ADI 一共3094股的一個狀況 其實他今年的2月 曾經一度減持 就賣掉手上 他覺得說漲高了 結果他就脫手之後一路北上 另外一個他今年不是 他之前不是把揮打 說完全清倉了嗎 他根本是賣在起漲點 那這一波完全都錯過 所以他操作或許沒有那麼行 不過他買台積電的話 告訴你什麼 可能他被軋空手 他受不了 他想說好啦 我不敢買這個揮打 但是我至少敢買台積電 我覺得這是他的動作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主持人提到 外資目前對台積電的 這個目標價來說 是完全看好 一面看好 你看看從花期的1150塊 然後巴克來的1090塊 大摩 小摩 美銀 每一家都是賣隔離 也是1000塊 所以我覺得 這次台積電的目標 應該是可以突破1000 只要揮打沒有回答 揮打還是持續走強的話 台積電一定很順利能夠突破1000 這沒有什麼任何的疑問的 尤其是現在看起來 為什麼最近台積電會漲 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傳言台積電真的會漲價 明年會漲價 明年的三奈米漲5% 然後COA要漲10到15% 所以這個對他毛利 現在已經有外資預估 明年台積電的毛利 搞不好今年大概5354 明年搞不好可以到58 所以這個當然是讓他整個獲利 就繼續往上衝的這個動能就會出現 所以原本市場預估去 明年大概是今年賺40塊 明年大概是45到50塊之間 現在搞不好可以往上調 所以他當然就會有這個動能 繼續往上衝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是你賣太早 完全都是賣錯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的這個整體的市值來說 我覺得台積電還有繼續往上衝 另外一個台灣股市 繼續往上攻的原因來說 除了台積電之外 還有另外兩檔重要的公司 一個就是鴻海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廣達 那他們兩個都是跟這個AI 相關的一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鴻海今天已經來到100 已經攻破200 已經繼續往上衝了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最近傳出來就是說 他又接貨了非常多 GP200後續的這個訂單 那我覺得鴻海 你可以跟廣達一起看 就是看起來的話 目前的主攻部隊是鴻海 鴻海短時間之內漲了 是比廣達要強 那廣達一直被這個 你看他已經突破200 今天突破200之後 廣達一度在290幾 這樣混混混之後 盤中就開始拉起來了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 現在形成一個良性比價的空間 只要鴻海繼續往上衝 或是廣達繼續往上衝 兩個都還會繼續再往上攻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個整個股市熱鬧轟轟 不過我們要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量能已經爆了非常大了 而且現在大家有一點點就是 好像沒有買都會受不了的這個狀況 大家留意說萬一量能真的爆太大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那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台股指數在往上衝的時候 通常都是大型股會好 像我們很多小產物買的股票都不會漲 對啊 對 你現在指數在衝的時候 你要買的是這種全值股 你要去買全值股 那或者說你買ETF去跟他 那你小型股 然後我要等到這些大型股 整理之後才有表現空間 所以現階段就是操作大型股 然後小型股的話你要等待 不是說不會漲 你要等到這些資金推出來之後 才有機會到這些小型股去 如果最近真的只持有中小型股的話 你看到這些權重股在漲 真的會心癢癢 那剛剛士聰哥有特別把廣達跟鴻海 拿來做比價效應嘛 就有想像空間 不過我們要來探討一下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現在不是到海外去設廠嗎 那在這部分呢 其實美國也給了台積電 大概是66億的補助 可是你畢竟拿人手短嘛 所以這部分就要聽美國的話囉 好 美國現在共和黨 民主黨 跨黨派的提出一個法案 就是說你這些在我美國 設廠的這些廠商們要注意 不可以用中國的設備來生產晶片 那所以像是台積電 英特爾 你看英特爾也有拿到80幾億的補助嘛 好 所以這部分都不可以用中國的設備 那這部分感覺起來就是晶片戰的延長賽 不過我們也來看看 這個晶片走私還是很猖狂 最近在香港就有海關人員發現了 居然在賓士車的後座 後車廂裡面藏有將近六百個CPU 這些高階的CPU都是要走私到中國去的 那這部分我們要來請教一下朱老師 你怎麼看現在美國又下重手 這個制裁對於台積電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困擾 首先我們看到其實美國這個動作 擺明就是針對中國的幾個高階的公司嘛 譬如說像華為啊 中興啊 因為美國都覺得說 我已經對你下了這麼多道的禁令了 結果你還是持續在進步 那表示什麼 可能還是有漏洞 那這漏洞我當然要補起來 我不能允許你 你還是這樣子持續的進步嘛 那美國就覺得 那顯然就是你中國的設備廠 已經也在慢慢進步了嘛 所以呢 我不要跟你的中國設備廠做生意 你少賺錢 你的能力就會變差 所以我想這一波呢 第四波可能就是針對這個方向 好 可是呢 回到剛剛婕宇問到的問題 那對台積電這些公司有沒有影響 台積電本來就有用到中國的設備廠嘛 嚴格來說那些高階什麼設備不太可能啦 因為台積電這種Label怎麼可能還用中國 但是你不能保證說有些小的零組件 中國其實還是有能力的 這個部分其實多多少少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 當然主要的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這個光刻機一定就是艾斯摩爾的嘛 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 可是就我們剛剛說的 你可能有耗材 零組件 所以呢 因為現在這個經理也還沒有正式通過 到時候進的範圍到底有多大 這是我們後續要去追蹤觀察的 那當時也提到了說 真的就是拿他人手短嘛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英特爾包含台積電 然後包含三星 陸陸續續都拿到了美國的補助也好 或者是我給你一些優惠的貸款也好等等 所以呢 可是我覺得這也不太應該啦 我都已經拿了 結果你就開始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出來 你應該是還沒有之前你要把遊戲規則講清楚嘛 哪有說我已經接受了 結果你追加命令 那當然中國絕對不可能坐在那裡讓美國打嘛 中國自己一定要想辦法嘛 所以呢 我當然要扶植我國內的廠商 尤其別人不說砸錢通常是比較有效的 但不保證絕對有效啦 所以你看中國的這個所謂的大基金 就是針對它的半導體 政府特別撥款要去補助的這些公司 所以你看從第一期的大基金一千三百多億 到第二期兩千億 發錢還不夠 第三期再下去 而且大家特別注意到 第三期準備要撥的錢 居然是比第一期加第二期加起來還要多 哇 你表示這個中國真的就是 我很下心來 我就是要砸錢 即便有很多是來騙補助的 不重要 反正我砸到這錢 有其中的一部分有效 那也夠了 對中國的想法 好 那回到美國 他們是這個 美國在想什麼 當然就是過去我曾經有飞煌的時刻 譬如說一九九零年 美國的晶片市佔率全世界是三十七% 但是現在剩十二% 剩下十二%是因為美國這幾年努力 有在提升壓力之前還不到十% 但是他們的目標是到2030年要二十% 2032年甚至要跳到三十二% 所以美國其實野心也是滿大的 那再看到中國 所以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晶片想買 買不到 所以就想辦法走私進口 所以我們以前在節目也講過 以前就背包客 可能從緬甸 遼國邊境 背 能背幾顆算幾顆 我走三路進去 問題是那個人走私的太少了 所以這次有人很聰明 我從香港大大方方的我開車 而且我還故意開一台賓士車 眼人耳目對不對 因為大家覺得高級車 可能裡面有錢人 比較不會做偷雞摸狗的事情 所以他特別弄一台賓士車 然後在賓士車的後行李箱 做個暗格 然後放了幾百片的晶片在裡面 想要走私 結果還是被抓了 可是你想 中國不是希望有晶片進來 怎麼還會去抓嗎 其實是逃漏稅 其實重點是在這裡 可是回到中國 你看你砸了這麼多錢 也確實一臥風 大家都在成立新的公司 但是你看 2020年居然就成立了 五萬家半導體相關公司 你把它當便利商店在開 也太誇張了 當然很多我們剛說 根本都是來騙錢的 所以陸陸續續也一大堆倒閉 小的倒閉我們就不說了 光百億人民幣等級的投資的 就已經至少六家了 最新的又一家是上海 無聲半導體宣布破產倒閉 他的資本額是180億人民幣 那在之前他其實他的子公司 在這個南京的部分 其實也已經倒閉了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中國 中國他們在成熟製程的部分 其實還是很厲害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他就開始大量的出口到國際市場上 那會不會就像之前的看到像 那個太陽能的相關設備等等 最後整個成熟晶片被中國給打垮了 這是我們要小心的 不過我們說到中國 其實在疫情過後 經濟下行一直沒有好好的復甦 那現在中國真的要走出去 自己去找錢進來了 我們就來看到 這個是中國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哇最近行程滿檔 他到了澳洲去又到了馬來西亞去 為什麼呢 就是要談合作 但是中國跟澳洲之前關係不是不太好嗎 尤其是先前在這個疫情期間 澳洲政府說 我們應該要獨立調查 新冠疫情的起源 那個時候中國很不高興 還祭出了一堆的貿易壁壘措施 來反制澳洲 不過這些都過去式了 未來還是要交朋友 我們來看看中澳關係 真的破冰了嗎 因為中國總理李強到澳洲去之後 不但說你們這些澳洲遊客 到我們中國來 免簽 免簽15天 然後還要再送上當地的動物園 一對大熊貓 又要展開熊貓外交了 那因為先前 歐盟對中國的電動車祭出了關稅戰 所以也有人在猜 哇那中國這個動作 難道是想要把電動車 轉賣到其他的市場去嗎 另外我們也要來看看 其實馬來西亞最近呢 也要跟歐盟談自由貿易協定 希望重啟談判 不過搶在歐盟的前一步 中國呢現在也要跟馬來西亞談 五年的經貿合作計畫 所以現在看起來中國真的動作還蠻積極的 請教一下嘉隆老師 你怎麼看現在中國的這些動作 簡單講 有破冰 但不會成為破口 不會成為破口 那現在是這樣子 這是中國想把澳洲迎回來 在外交上展開努力 這個媒體上說 這是七年來第一次有中國總理來澳洲訪問 那麼對中澳關係來講 確實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 那麼中方對澳洲 現在是主動示好 要在原本的緊張關係裡面 看看能不能創造一個緩和的氣氛 把澳洲迎回來 這是一個目的 那不過中澳關係 仍然是在美中關係 這個大架構之下的一個產物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美中關係 那麼從地緣政治來講 澳洲是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 就是美國 日本 澳洲 印度 四方安全對話 然後他是五眼聯盟的成員 就是講英文的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然後就是澳洲 紐西蘭 他是五眼聯盟的成員 然後他又是AUKUS 就是美 英 澳三國同盟 就是軍事同盟的成員 所以他是深度參與了地區的安全問題 然後接下來新時代的美中關係 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國家安全 另外一個是經濟利益 那國家安全的話 追求的是地緣政治的和平跟穩定 然後經濟利益的話 追求的是互補性 跟全球供應鏈的多元化 那這兩個方面 原本澳洲的對策 就叫做安全方面靠向美國 或者美國 英國這邊 然後經濟方面靠向中國 他把它稱為兩手策略 不過在我來看 應該把它形容為強投草政策 然後至少還有兩個國家 之前也是這個態度 就是南韓跟德國 他們都想要在安全方面靠向美國 然後經濟或市場方面 想靠向中國 那個時候之前 是因為中國還有很多的外匯儲備可以運用 但是現在看出來 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很緊了 很緊張了 不夠用 所以他在控制外匯開支 叫做不買台灣水果 不買台灣的那個水產品 其實表面上好像是給台灣臉色 其實是錢不夠 那現在一樣澳洲的東西 他當初就是像你說的 獨立追究病毒來源的時候 澳洲這麼提 然後得罪中共 然後中國就限制那個觀光客去澳洲 對 然後當然不買他的很多東西 葡萄酒也不買 龍蝦 紅酒 牛肉 煤炭 大麥一大堆 其實表面上好像有外交摩擦 其實是控制外匯開支 所以又是買不起的關係嗎 錢不夠用 錢不夠 對 好 那麼現在這個 疫情爆發後的那個摩擦 變成說被人家形容為經濟脅迫 那經濟脅迫的話 這個澳洲這個是一個 算是重要的示範 然後中共以後就在其他國家 也應用這種經濟脅迫 像歐洲的一些小國家 可能也被經濟脅迫 台灣也是 那這個經濟脅迫做了示範以後 大家就開始研究對策 變成說如果有某一個國家被打擊 那麼其他國家給他支援 所以譬如說他不買台灣的鳳梨 那日本就來支援 買台灣的鳳梨 類似這樣 那經濟脅迫一個把貿易武器化 這個說澳洲 所以現在他想改善澳洲的關係 就變成說看看可不可以突圍 突破這個圍堵 那麼電動車的部分 澳洲大部分的電動車是從中國進口 那整個汽車來講 現在中國變成第三大汽車來源國 所以相據上那個螢幕上提到的 然後雖然有一些貿易限制 現在那個解禁 而且蛋畫面免簽 然後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原本是原物料的買方 然後他可以在澳洲這邊有很多的金屬 然後農產品 還有那個可能跟新能源有關的 像鋰電池這個 那所以他在澳洲訪問的最後一站 在澳洲西部城市博斯 那邊就有一個中澳合資的公司 在做鋰電池的鋰礦 那邊就有這樣 他從澳洲西部博斯再飛去馬來西亞 是這樣來 然後所以現在看起來是有一些進展 雙方有一點緩和 然後中方把它形成用美國的話來形容 叫做溝通對話 然後控管分歧 然後現在希望能夠緩和緊張去局面 然後大的方向變成說 每一個美國的盟友都要做出判斷 是安全重要還是利益重要 那現在在美中對抗的情況下 安全的重要性超過利益 所以你不能去那個太子 就是說中方的態度變成說 我現在先讓你賺錢 讓你覺得利益比安全重要 可是過一陣子的話 安全 更重要的時候 你的賺的錢 他都逼你吐出來 就類似這種操作 我先讓你賺 然後讓你覺得對我很好 然後後來的話 我就要你這個 給我這個好處那個好處 來報答我 然後等於要你把利益吐出來 這種操作很常見 那所以澳洲已經發現 因為他被紅色滲透 被認知作戰很嚴重 所以現在已經了解 跟中國做生意 不要只看利益 還要看看在安全方面 要付的代價有多大 合不合算 馬來西亞也類似就是說 他算是也是那個 所謂兩手策略 一方面要跟美國好 又想跟中國好 然後現在美國跟中國在戰略對抗 盟友一定要選邊站 所以到最後大家要考慮的是 到底安全的重要性如何 利益的重要性如何 你的那個在沒有安全的話 利益靠不住 所以現在中方雖然努力 要改善澳洲跟紐西蘭 馬來西亞這些關係 但是我就像我剛才 一開頭提的就是說 會有破兵 氣氛會緩和 但是實質的關係仍然緊繃 大家小心提防 所以成果應該是有限 也就是說不會成為破口 但至少雙方都有一個 這個釋出善意的態度 好那我們也要來繼續看看 其實最近對中國來說 挑戰蠻多的 這個挑戰是來自天災 真的是水深火熱 我們先帶你看看 這個季節越來越熱沒有錯 可是你知道嗎 像是這個黃河沿線 華北各省 比如說河北 東北 河南 這些 緯度都比我們台灣來的高的地方 居然溫度比我們還要高 甚至在最近都出現了40度 攝氏40度以上的高溫 所以那個土 其實都是這樣子乾巴巴的 完全種不出作物 然後這個北方乾旱就算了 南方則是雨下個沒完 而且還引發了洪災 像是廣東福建 豪雨城災 這個洪水淹沒了許多的城鎮跟房子 那還有很多老人家半夜來不乞逃 據了解都滅頂了 好那這部分的死傷人數 市場預估應該是這個死傷人數會比官方來的還要多 所以我們要請教一下曾薇姐 中國這個水淹火烤的情況到底是多嚴重 哎呀 目前為止我們只能說這個愛金木洗 目前為止這個情況還真的頗嚴重 因為目前中國的六月天 他碰到就像婕宇講的 真的是水生火熱 這不是開玩笑 而且他目前為止南牢 而且是北漢 那目前為止可能會撼動全球 說不定糧食的這個價格通通波動 有沒有這麼嚴重我們看 目前為止他南方面臨五十年一遇的一個大水 那麼在北方他碰到了 居然這個高溫高達將近七十度五厚的地表溫度 所以你覺得在這個情況 這未來他的農業跟糧食會碰到什麼一個狀況 不難想像 我們先看就像剛剛傑宇講 他目前為止嚴重到什麼程度 他整個福建跟廣東的地區 一起碰到非常多的一個災害 比如說你像是梅州 梅州橋段你聽起來好像是很簡單 沒有 我跟你講 他就是在16號到17號 而且是在深夜的時候突然發布警訊 整個村落全部千村一萬多人 夜奔萬雷 夜奔千里絕對有 在這個情況下 有的人真的是來不及逃 當然水他整個部分你可以看得到 那畫面上有用我們可以看 對 就是這些畫面 你很難想像 整個村全部淹水 而且那個那時候 在晚上11點多發布警訊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有整個河堤整個 大概超過100多公尺 全部被沖斷 然後整個那個 你就可以看這個畫面很可怕 整個全村淹沒在那個大水裡面 那目前我只據說只是初步報告 大概是9死 那17人失聯 我跟你講這個數字一定是遠遠超過這個 現在這個不斷的災情在擴大當中 而且他們有地方幹部 整個人也是在這裡面罹難 所以這個情況不簡單 而且甚至有個地方被沖出個大洞 你知道像是尼瓜拉加大瀑布 你會看到整個往下灌的那個情況 嚴重到這種程度 而且不只這個 你看在廣東 它的寒江 寒江是廣東 它當地最第二大的那個水域 它目前為止 裡面有17條河 在昨天已經衝爆一個警戒線 全部都衝高 那目前為止它當地的一個三河壩 是當地調控整個水量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整個三河壩全部都爆滿 它當時想要用那個水壩 把那個水攔截下來都不太可能 整個的街道你可以看到嗎 整個的街道也幾乎都消失在這個大水裡面 還不只這個 目前為止你知道 其實經過大水的人 如果以前大家都有這個水患的印象 其實你所有的那個部分 全部那個家裡的文物都不能掉 目前為止都不能使用了 可是你知道就在那個福建 福建的那個龍岩 它當地其實就是一個 官田里士的一個整個宗旨 它是當地第一大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古建物 整個宗旨你看到它的畫面嗎 它整個的那個宗旨全部坍塌 整個完全泡在水裡 所以裡面的一級文物 未來通通都無法使用 但它整個地方全部都圈起來 但是你知道 這個我們認為造成的人海 只是一個文物的損傷 還不止的 我跟你講觀眾朋友 有個部分真的是也讓人覺得 蠻特別的 因為在福州的地方也是因為暴雨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居然衝破了當地的化糞尺 你知道那個情況有多嚴重 據說看到那個影片 幾乎頭一次聞到覺得那個影片都有味道 整個變成黃金大道 一整條黃金一條街 裡面各式各樣 包括那個排泄物裡面的東西 全部衝到街上來 我跟你講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驚嚇 覺得怎麼會碰到這種情況 可是這是南部 你知道北部多麼可憐嗎 北部它整個的 包括山東河北河南 陝西 山西全部通通浸泡在哪裡 它不是浸泡 它幾乎高溫從平均四十幾度起跳 攝氏 四十幾度起跳 甚至到了那個下班 比如說它早上從十點不到吧 九點多 一直到晚上八點鐘 整個全部都在熱烘烘的一個環境 甚至有個地方飆高 它當地的監測站飆高溫度 來到多少 七十度我的天 我們很難想像 現在在台灣平均三十幾度就很熱 七十度你知道嗎 那個氮是不是打下去 幾乎可以煎氮 我跟你講 所以它那個地表 當它測那個地表 他說目前為止沒有碰過這麼嚴重的情況 所以你知道是吧 它這個情況 我們講了那麼多 難道我們完全只是擔心民眾的生命安全 不 你知道它其實現在衝擊的是什麼 衝擊的是全 包括中國 它印象它主要的地方是在河南 河南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 那個那個 基本上那個環河的水居然 抽刀斷水水更流 沒有環河居然斷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從四月份五月份就已經開始干涵 然後造成什麼 中國的那個農業有大概七個官員 其中一個是習近平身邊的愛將 都因此目前為止掉了官職 那目前為止 如果它怎麼衝擊當地的糧倉 來觀眾朋友 你要看一下 因為河南是中國主要的一個糧倉 目前為止它的土壤的乾 乾旱的一個比例已經超過六成 水目前為止降到以前從未有 你可以看到這畫面 你很難想像是它重大的糧倉 完全重不出 目前為止因為乾旱不能播種面積 超過三百多萬畝 三百二十三萬畝 所以你就知道到時候這個乾旱現象 在一個月多甚至擴大更多 它通通都受到影響 那目前為止 為什麼那些農業部的官員受到影響 因為據說它要連進口 從國外進口 據說那些官員有的人 可能跟這個國外的大糧倉集團 有可能有一點點勾結 後來發現進口的那個金額非常的貴 現在影響什麼 擔心整個中國未來 可能糧食糧食是這個 習近平最重視了 很可能農民完全吃不飽 就是因為水災火 水深火熱 而且整個動到它的涼腸 所以你看 現在這個長江以南的雨水 如果下一點到華北一帶 該有多好平衡一下嘛 就不會這麼苦了 回到開區大天朝 馬上帶你來看看 現在有很多的中國首富 或是中國富豪 都不留在中國了 他們怕資產會變成黨的 好 那我們看看 這一些富豪都把資產往哪裡投資呢 新加坡的街屋銷售 居然大幅成長 看到今年第一季的銷售 激增百分之五十二點二 然後這個總金額是高達四十億台幣 好 那你看看這街屋 到底長什麼樣子 它的外觀五顏六色非常漂亮 然後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台灣的透天錯 就是展現出我們家過得不錯 好 那我們也來看看 像是中國前首富馬雲 還有他的太太 據了解 根據新加坡媒體的揭露 說光是今年以來 就買了三棟街屋 它真的不便宜 一坪把它換算成台幣的話 大概超過四百萬哦 一坪超過四百萬 所以你看他買了三棟 那這個預估金額 大概是10到11.7億台幣 那不過到底為什麼 街屋會獲得這一些富豪的青睞 請教一下士忠哥 對 沒錯 實際上如果你有發現到 最近亞洲很多國家的房市 都有點表現得還不錯 像這個日本的房市也是一樣 除了日本人自己買 很多中國富豪去買了 另外韓國也是一樣 韓國雖然房價在跌 但是他們最大的外來買家是中國人 那另外一個就是美國過去的 什麼紐約 曼哈頓 一大堆都是華人買 可是現在這些中國富豪的 有一個新的這個去處 他們都到新加坡去了 所以如果你有去新加坡的話 你會覺得這幾年 中國人越去越多 很多原本的這個口味 好像都被中國人改變的這個感覺 而且中國富豪真的在那邊買 他們買什麼 買這個街 你看他旁邊的那個街屋 那街屋是什麼呢 街屋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南部 很多這種房子也是互相連在一起的 透天處 然後有棋樓 這個跟台灣很像 對 有棋樓這樣的狀況 那前面兩根柱子 有個棋樓可以來那邊走 因為東南亞也常常下雨 另外他一樓可以當店面 二樓三樓就是我的住家 這樣一個感覺 那這種房子呢 事實上是英國殖民地時期發展出來 一種房子 那個房子大概都蓋在1840年 到1960年代 所以他其實也算是一種這個古蹟 那目前會指來說 全新加坡大概是6500戶左右 所以呢 因為因為生多週少嘛 所以反而這些很多人很多富豪喜歡買 你看他今年第一季的這個街屋的銷售 比同一季去年第四季飆了52.2% 而且來到40.45億新幣 你大概約莫乘以20幾 就大概是那個台幣的這個金額 那我們就講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只有6000多座所謂的這個街屋 那你要知道嗎 其實6000多座的主要街屋 這些房子呢 剛才捷運說賣的價格非常驚人 每一平方英尺大概是400美金 那這個是什麼數字呢 這個約莫是曼哈頓第五大道的兩倍 所以你知道他其實真的是蠻貴的 那為什麼這個大家想買呢 我跟他講 事實上富豪投資的時候 他一定要稀有性 另外一個他要增值性 所以這些中國富豪 他為什麼會去買街屋呢 你知道嗎 其實中國富豪前幾年在買什麼 買中國的這個老宅院 譬如說蘇州的老宅院 哪裡老老宅院 為什麼 因為這種老宅院你買下去之後 買一座少一座 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很多很多中國富豪就來了 這個聽說有買這個街屋的 包括說像成龍有去買 另外一個就是張英 張英是誰呢 張英其實是馬雲的妻子 他很早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擁有了這個新加坡籍 所以就買了 聽說他在新加坡買了三棟街屋 那折合這個台幣是10.7億到11.7億左右 所以等於是很多名人富豪都喜歡去買這個街屋 過去但是大家可能想 因為其實過去新加坡房價最高是在烏捷路那一帶 但是烏捷路都是那種新的房子 現在他們中國富豪不喜歡這個烏捷路 他們就喜歡這種房子 所以這種房子就被他們資金進來之後就把它炒高 那特別是2023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中國的投資者 他覺得說這個尤其是這個水岸碼頭那一帶來說 有非常多這種這種所謂房子 事實上你要看這種房子要去哪裡看呢 去看新加坡過去譬如說小印度啦 或是說大排檔多的地方華人多的地方都是這種房子 那他買的時候買下什麼 這個博船碼頭那邊的一排六戶的這個所謂街屋 那街屋下去之後你知道花多少錢 花了19億台幣 所以事實上他們就說反正我買一個少一個的話 我買這種這個稀缺性的對付法來說是比較好的 好那我們就講 這幾年的這個新加坡房價其實漲得非常兇 他們很多新加坡人也在開始在萬壇說 買不起一般的房子 不過新加坡因為他們有主屋嘛 主屋就是民眾可以買 他一年可以買兩次的這個 一生可以買兩次的這個主屋 所以他們還有主屋調節 所以他們的這個民怨沒有像台灣這麼高 但是不可諱言他的房 因為房價高 所以他等於租金的這個中位數也非常高 你看他是全是這個亞洲第一名的 你看他這個指標是以一房一廳的這個房子 來當成是這個衡量的標準 然後這個月租金的這個中位數 你看新加坡要四千五百九十塊 要有這套房吧 十四萬 十四萬 你要知道一房一廳的房子這麼貴對不對 那香港是兩千一百七十三七萬塊 然後東京是三點九萬塊 曼谷三點四萬 台北是二點六萬 馬尼拉二點五萬 吉隆坡二點三萬 印尼亞加達二點二五萬 河內二點二萬 然後孟買一點五萬 你要知道其實看下來的話 台北還不算貴對不對 你看你這個新加坡這麼貴對不對 那新加坡人均呢 大概是我們台灣的兩倍多 可是如果對比台北市跟這個 這個新加坡的這個房市中心來說 真的新加坡看起來是比較貴 那除了這個這個新加坡房市在漲之外 現在很多人就說 那我可以投資新加坡的這個REITs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就講 新加坡他這幾年的時候 這個東南亞的資金 全世界的資金不斷的進去 加上中國的資金不斷進去 他的REITs表現的其實還不錯 你可以看我們整理出這個 全世界幾個重要的地方 新加坡 加拿大 還有香港 英國 法國 日本 澳洲 美國 你可以看 事實上新加坡的這個REITs的 股息支利率是比較高的 他有五點九五個Percent 然後波動率也沒有那麼的大 所以顯見新加坡 如果你看好未來新加坡的發展的時候 不妨 因為我們可能買不起那個捷物 那個捷物動輒都意來意去對不對 沒辦法對不對 那我們去買這個烏捷路的房子 也買不起的時候 那或者你可以買一下這個 新加坡的REITs 我覺得看起來的話 似乎是可以投資的 確實房市真的太貴了 尤其新加坡房市 真的是讓我瞠目結舌 所以買不起房子沒關係 接下來帶你看車子 真的是便宜買得起 為什麼說便宜呢 因為現在電動車居然可以壓到台幣 70萬以下哦 好這個是車市的新話題 帶你來看看現代的這一台 Casper 他其實只有在韓國市場有在販售 不過呢最新的消息是他們要推出 純電版本的Casper 那他的名稱叫做Inster 那據了解他就是要把他的價格壓低 大概在台幣70萬以下 就是一個親民好入手等級的車子 那除此之外說到電車呢 還包括了這一台 這是義大利的品牌 叫做蘭吉亞旗下的電動車 最近呢也在這個車市上話題頗多 但是我不曉得為什麼義大利人 對這台車好像有很多的 這個負面的看法 覺得這台車坐得太小女生了 裡面還有一個小圓桌 好那等一下還要來看到的是 Mini Cooper推出了五門版本 他的軸距拉長 車身也拉長 說他的這個車身 裡面的容納空間可以變大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這個 朱老師 你怎麼看最近這些小車軍團 是不是真的蠻可愛的 沒有錯 現在車是很明顯就是兩極化 要嘛就是大型房車 或者是超跑 要嘛就是這種小型車 因為大家也知道 全世界都一樣 大城市越來越擁擠 停車不方便 然後或者是你要跟人家 什麼車也越來越困難 小車當然操控性就好很多 所以現在真的是小車當道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現代這台車 他在韓國賣的這個原本的油車版 Casper 其實我們在之前節目介紹過 就是知名的啦啦隊明星李多惠 他在韓國就是買這台車 Casper 而且在韓國買油車版的話 只要合台幣大概四十萬 非常 對 非常非常便宜 那現在因為他就是賣得很好 所以他要改電車版 而且不再只侷限在韓國銷售 他要賣到全世界 所以你看到他的定價 有沒有他原本是歐元定價 我們只是把它換成台幣大概合七十萬 好問題是這台車還沒有正式發表 他現在還在神秘階段 正式發表是六月底 在釜山車展他才會正式展出 好 而且你不要看說這個小型車 我們買電動車大家最關心的 是不是就是續航力嘛 因為大家所謂的這個旅程焦慮 可是大家有沒有知道 以前我們在講電動車小型車 大概都是了不起一兩百公里的續航力 可是現在因為這個技術在進步 基本上都300公里起跳了 所以你看到這麼便宜的小車 他續航力告訴你 我也是可以到350公里 告訴你說你不用再有這種 所謂的里程焦慮了 好 那當然要講小車的話 Mini Cooper 這不用我多介紹 大家都很清楚 你說看起來跟原本的Mini Cooper 也沒什麼太大不一樣 可是大家有說最近聽到 剛剛捷運講到關鍵了 看起來是一樣 可是因為它的軸距變大 所以內部空間變大了 對 這是很關鍵的 好 那再來車 我們以前介紹很多車 很抱歉都沒有引進台灣 但是這一台6月21號 車上要正式在台灣發表 所以在台灣買得到 只是很抱歉 不會是你看到的那個價錢 因為大家也知道 台灣的進口關稅 各種稅相對是比較高 所以實際上到底會多少收價 我覺得至少比那個要乘以1.5倍 應該是台灣的比較合理的價格 那它還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1.5公升的 一個是2公升的 不過它是油車版 它不是電車版 好 所以再來還有就是 除了外觀跟以前差不多之外 可是裡面還有一個不一樣 我們剛剛說出了空間檔 它把它的儀表板做成圓形的 就很可愛 很可愛 因為我們一般看到儀表板 基本上都是長方形或正方形 都四四方方的 它把它做成圓形的 這真的是很特別很特別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剛剛說的車商馬上就正式發表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實車 來 再講到這個蘭基亞 蘭基亞其實以前曾經引進台灣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後來就退出台灣市場 可是真的不要小看蘭基亞 它的車子參加所謂的拉力賽 而且是這個全球最重要的這個世界杯拉力賽 它得過15次的冠軍 不要小看它 雖然它看起來 剛剛婕宇說的看起來 要大半也沒什麼 有點有點有點 義大利人說的 我去看義大利人的這個因應理論 真的不要小看它 好 那可是真的很奇怪 明明就是一個肌肉車 你看它這次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LOGO 除了它HF兩個字外 上面有一個紅紅的象 我就不曉得它這個LOGO 為什麼要特別是一隻紅色的象 當作它的LOGO 尤其你看它下面的圖 它就整個前面的那個 其實那個車蓋上面 就一直大大的 它其實在旁邊也有 不過我們剛剛講 因為蘭基亞它在傳統上 參加拉力賽真的是表現很好 所以這一台車 它會有一個拉力賽版 也準備要推出 能夠參加拉力賽 我們先簡單講 拉力賽跟一般的賽車不一樣 一般賽車都是特製版 但是拉力賽就是一定是量產車 是量產車 也就是說我這台車不是為了參加比賽 才生產的 而是你一般人還是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這台你看到 它的不管是馬力或者是加速性 跟同級車比起來 真的都是有比較厲害 可是很抱歉 在台灣應該是買不到 我們只能看一看流口水而已 那現在是下看百分之四 所以這難道是跟市場認為今年聯準會 有機會降息是有關係的嗎 因為你可以看到高盛的經濟學家 團隊就有預估說 美國的就業市場 現在處在一個轉折點 然後從非農就業數據 跟連續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形成強烈對比來看 今年聯準會搞不好會降息兩次 可是之前去年大家就說要先搶先了 趕快先卡位債市 結果買了這麼久 好像債券就在那裡溫風不動 那台股都已經上兩萬三了 接下來是不是要輪到債市來表現呢 我們要請教一下明漢哥 整體架構來講 我們認為的這個債市的一個部分 講降息 我個人覺得很像人來了 年初一直 講好久了 對 講好久 然後一路延期 但是看起來這一次好像是真的要出現 因為剛剛提到專家也提到 從就業市場或者是 整個目前經濟的架構 確實都這樣的現象 因為就回歸昨天晚上 這個是零售銷售的一個數字 重點是月增率的部分 只有這個零點一 那比原本市場 預期零點三要來的低 那這個所謂零售銷售往下降 代表經濟動門有開始弱了 那當然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給予市場認為說廢得有機會降息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還是在通膨 大家有概念 就是在今年的這個通膨狀況 前三個月是高預期 那當時大家就有點緊張 那這個通膨一直高預期 看起來就降息要無息 而且當時還被威脅說 搞不好還會轉回升息 對啊 對 結果四月開始就比較好 有明顯往下壓 五月的一個部分來講也低於預期 所以剛剛提到經濟動能降低 加上通膨也要壓住了 所以市場就認為降息的機會來了 尤其昨天晚上 可以看到這個是今天的認為降息的機率來講 已經接近七成 七成 這個一天 這是昨天六十一 上禮拜其實五十二 你可以看到這一週以來 有這麼大的變化 這變化很大 對 所以代表說 目前的降息來講 應該市場慢慢的趨勢已經確立 所以這塊來講 就是反映剛剛提到 債券殖利率持續的走低 代表債券價格持續往上走 那後續的這個架構來講 要怎麼投資 通常來講大家都會講到債券 如果你真的要賺這個未來的一個降息機率 通常人家都會講長天期債券 十年期以上 那殖利率來講 他是所謂的敏感度較高 所以價格波動高 所以代表說未來降息的情況下 你賺的會比較多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常常會聽到說長天期比較好 那大家也搞不清楚為什麼降息就會 債券就會價格漲 我們只是舉一個例子 現在費的利率是五個Percent 對 代表就是說 你買一百塊的債券 一年就是配給你五塊錢 大概就是概念 那假設升息會怎麼樣 我們假設升到八個Percent 會有個問題 你買的那張債券是配五個Percent 可是現在八個Percent 我買新的我可以配八個Percent 為什麼要你舊的五個Percent 所以你五個Percent 就必須要便宜賣給我 所以你必須要疊價 這很合理 那如果降到兩個Percent 為什麼會漲價 因為你未來買的只有只能配兩塊 我手上的配五塊 所以你要買我配五塊 你就必須要高價買 所以這個自然就是升降期 就是對這個債券的影響價格 重點是長短期差別在哪裡 我剛剛提到 如果降成兩個Percent 我手上有五個Percent的債券 我價格就比較好 你要高價跟我買 可是如果剩兩年 我就知道我只剩兩年 可以領比較高 我能夠這個價格高的空間 就比較有限 如果買的是二十年 代表二十年以後 你都可以領別人高 那這個整個價格 就可以拉高 非常高的一個水準 那大家都去買長天期的就好啦 就目前的角度確實是 如果重點是在 如果你可以肯定說 未來確定要降息 而且時間很接近了 那自然未來空間會比較大 但是換句話講 今年以來這個狼來了 被騙的人 你買長天期 你虧的越多 因為你一直沒有得到的情況下 你這個價格下跌的壓力 也會相對比較重 只有我們前段就提到 因為現在經濟數據 看起來很有機會支持九月降息 所以就目前的角度來看 確實是債券投資的機會 而且盡量選擇所謂的 所謂的長天期的一個部分 是比較好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投資方向 那要提醒大家 這個只是外資給了過去的紀錄 就是深藍色是這個降息前十二個月 淺藍色是降息後十二個月 可以看到哪些資產 這個所謂的表現會比較好 股票當然是資金流進來 所以呢大漲 這是很合理的 那政府債券 公司債高收益債 債券都緊接著在股票後面 而且我覺得這塊 我覺得可能投資人 包括我看到都有點驚訝 因為正常來講高收益債 算是資產等於風險比較高的商品 對公債是風險最低的 所以本來會覺得這塊會排在前面 公債等於說風險低的排後面 結果沒有反而是顛倒的 所以要告訴大家 確實這是過往的一個現象 所以目前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如果你要賭這個降息的情況下 盡量選擇公債跟所謂投資級的公司債 我覺得這兩個商品來講 應該是比較好的投資方向 所以這塊來講 我們要提醒大家 這個整個統計結果 可能跟大家的想像可能有些不同 那這塊我們就跟大家提到 在債券來講 目前來講 除了股票之外 應該是最好的投資商品 那假如現在投資朋友 要去買債券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去切入這個市場 好我剛剛提到公債 包含公司債是比較好的方向 把握ETF 我覺得是很好的投資方向 那重點要把握一個原則 常常投資人講人多地方不要去 我認同合理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 你要選擇投資方向 ETF選擇方向 你不要跟大家一樣 你覺得哪裡對 就往哪裡走 但是真正選擇好標的方向之後 ETF要買哪些 你就要跟著大家走 簡單來講規模大 受益人多的 有流量 而且相對來講有效率 有人氣 對不要去買一些很冷門 沒有流量的ETF 所以如果就這個所謂的 台灣前十大掛牌的債券ETF 這個人數或規模比較大的 我們剛剛提到長期的美債 所以包含原大 群益 國泰 這個所謂二十年的 這個所謂的國債的部分 都可以留意 至於公私債的部分來講 就是所謂的原大 還有中性 還有國泰的一個部分 這些來講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以這個所謂長天期的公債 公私債為主軸 選擇比較大規模 而且流動性大的這些債券ETF 那我認為說 在這個時間點可以持續佈局 一直到九月 應該說真正確認 這個降息的一個時間點 確認之後 我認為這整個族群來講 就會有很大的優勝